大家好 我是善贵 我今天吃薯仔 先把薯仔刨皮 然后切开薯仔 先切成厚片 然后再切粒 还会有一些天辈的 我吃点包就够了 天辈我觉得切薄片 好吃点 各位也可以把天辈切粒粒 天辈在买印尼食品 买东南亚食品的店铺 就买得到 还有些娃娃菜 娃娃菜 一切开三天就可以了 还有些鲜冬菇 把鲜冬菇一开二或者一开三 看它的口薄而定 舊南鱼在街市的雜货店买的 我觉得它太大了 用一半好了 一半留回它 放一点点南鱼汁 还可以加些麻油 首先压烂一块南鱼 煎一下天辈 煎了也有两分钟了 看看行不行 如果是见它有些金黄色 就可以反转它 煎另一面 另外一面也要煎它大概两分钟 煎完天辈之后 这只锅不是太骯髒 我就没有洗锅了 加些油 爆一点姜蓉 小火爆姜蓉 当闻到姜的香味 和见到姜蓉开始变金黄色 加鲜冬菇 开大一点火 爆一下鲜冬菇 鲜冬菇也爆了两分钟了 加上娃娃菜 首先爆一下鲜冬菇和娃娃菜 它们会更香 还有将它们的水分爆干一些 炆的时候 就不会越炆越多水出 觉得那些娃娃菜开始软身 我就会是崩起它的 现在可以崩起它们先了 锅洗净之后 用小火爆一点姜蓉 将一些压烂的南鱼加下来 用小火爆一下南鱼 用水浪一浪在碗的南鱼 加起来 可以开大一点火 将薯仔加下来 拌均匀 我做错了一个步骤 应该是加薯仔 爆一下 然后再加有水的腐乳 原来各位不要学我这么乌鲜就行了 就加一些水 加热水 加上煎好的天背 再加一些糖 因为南鱼也挺咸的 大概一茶匙多一点的糖 拌均匀 盖上盖 炆大约10分钟 刚才薯仔炆了10分钟的时候 我试过没够腍的 我加了少许水 再炆多3-4分钟左右 将刚才爆过的冬菇和娃娃菜加下来 如果想些菜软一点 就可以煮久一点 如果不想太软 煮一分钟至两分钟就可以了 最后可以加些麻油 很香 加些芫荽 可以让它有清新的味道 拌均匀 就可以上碟开饭 吃东西啦 美味的南鱼薯仔炆天背 希望各位喜欢今晚素菜 南鱼薯仔炆天背 我继续吃东西啦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